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的数据跟研究的结果 要不然呢就是国外的故事 就像ADHD不被卡住的人生里面一样 都是国外的个案 但这次这本书是用第一人称 我的故事 我们家的故事来写的 所以非常的真实 包括我经历过的 生养孩子面对到的困难 甚至成为单亲 适应单亲生活的过程 非常真实 但是看这本书真正好看的地方 它不是像看一般的小说 也不是看一个剧情片 看那个情节 而是要看 当我在面对ADHD 面对别人的误解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写出了我的感受 很诚恳的记录 我是怎么做决定的 然后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我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但是决定之后那个过程 我是怎么经历的 然后怎么样去承担的 那的确我有我的价值观 我对事情有我的看法 有我的立场 所以在书里面我也写出了 我对不管是标签问题 或者是ADHD的治疗 用药的问题 我也都写出了我的看法 非常真实 我相信这样的分享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而且那个真实的记录里面 有笑有泪 很好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